中国科学家最新研制的两款超导量子芯片 为何打破了西方卡脖子? 不用光刻机,中国如何造出芯片? 超导量子芯片的问世对于中国有何意义? 随着美国针对中国发动科技战, 尤其是在芯片领域对中国进行严加封锁, 打破卡脖子的境地也成为中国的目标。 在芯片领域,西方优势太大, 并且对光刻机等关键设备禁运, 然而美国人大意的是, 中国依旧能在芯片上取得重大突破。 近日,据社交媒体报道, 中国浙江大学传来喜讯, 由该校物理系教授朱诗瑶领衔研制的 超导量子芯片莫甘一号与天目一号问世。 举悉,莫甘一号采用的是全联通架构, 天目一号采用的是近零联通架构, 实现从研发到设计到制造的一条龙体系。 而莫甘一号与天目一号的问世, 对中国芯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意味着, 中国可以实现绕过光刻机制造出超导量子芯片, 而且在未来实现商用化量产之后, 中国将在芯片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这也创造了世界纪录, 美国对此直呼大意了。 此消息一出, 就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 并且对中国在芯片领域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震惊。 而且专家对于中国在芯片领域取得的巨大进展都说, 中国芯片将突破美国卡脖子, 实现完全独立自主。 这真的是十分令人振奋的消息。 要知道, 世界的芯片生产都是依赖于光刻机这一高新技术装备, 而光刻机作为高新科技, 则是一直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手里。 对于发达中国家, 那真的是一直受到这些国家的卡脖子, 中国也不例外。 在光刻机的发展上一直受到美国的制约和限制, 导致中国的光刻机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 而且还受到很大的限制。 而目前, 世界上光刻机技术最好的国家就是荷兰, 只有荷兰才可以产出全世界顶尖的光刻机, 也拥有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光刻机技术。 但是, 荷兰在掌握这项高新技术后, 就占据了在全球光刻机领域的主导地位, 而且在光刻机的出口上也对中国进行限制。 更甚的是, 在1996年, 美国同日本、印度在内的42个国家签订了一份瓦森纳协定, 该协定旨在控制常规武器和高技术贸易。 而实际上, 这个瓦森纳协定就是由美国所控制, 为了加强其对高科技技术的封锁与控制。 从这里看, 就知道美国的意图很简单, 就是对中国实现在光刻机技术上的封锁和压迫, 极力地打击中国光刻机的发展。 所以, 这也使得日本和美国抓住机会, 对中国采取高价勒索、低价倾销的策略, 对中国采取技术封锁和打压的政策, 大肆地挤压中国国产企业的生存空间。 从而也大大限制了中国光刻机向前发展。 这样一来, 对他们来说还真的是两全其美。 因为这样既阻止了光刻机进入中国, 又阻碍了中国光刻机技术的发展。 这也导致了中国的光刻机企业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 真的是苦不堪言。 然而, 中国有着永不服输的品质和积极探索的精神。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 在近日, 中国在芯片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随着中国浙江大学传来物理系教授朱诗咬领弦研制的超导量子芯片, 默干一号与天目一号问世。 这就使得中国在光刻机领域被美国卡脖子的历史将会很快过去, 而企业将创造芯片领域的新纪元, 从而可以不用光刻机就可以造出芯片。 这将是可以作为世界性的重大突破。 那么, 默干一号与天目一号到底有怎样的作用呢?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 据悉, 早在十年前, 浙江大学就已经开始布局超导量子技术领域。 期间, 浙大首次实现零和二十超导量子比特纠缠。 经过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理论研究之后, 才诞生了默干一号与天目一号。 因此, 不能小看默干一号与天目一号, 这两款量子芯片的问世将会成为开创量子技术领域的先驱, 能够为中国科技发展注入蓬勃的发展动力。 而且, 中国在后续克服一系列的技术阻碍后, 有望可以实现完全商用化量产, 从而可以加快助力中国的芯片领域与中国系芯片领域的发展。 此外, 据悉, 浙大研制的默干一号是专用量子计算芯片, 采用的是全联通架构, 主要辅助物理学家解决一部分高端前沿的物理问题, 这将对中国的基础科技研究很有帮助。 天目一号则是通用量子计算芯片, 采用静零联通架构, 主要用于药物分子研发、机器学习等。 而对于默干一号与天目一号的问世, 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停留在实验室报告的理论技术, 但并不是, 反而是含金量满满, 因为关于这个超导量子技术, 浙大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布局了, 而且浙大的科研团队还曾在国际上首次实现 零和二十超导量子比特的纠缠, 这是相当大的成就和突破, 再加上浙大的科研团队已经拥有从超导量子芯片设计、 制备、工装到测控的全战式研发能力, 所以默干一号与天目一号均为浙大科研团队 自主研发制造, 也是有望在未来进行量产商用的, 这就是中国在量子领域取得的又一大成就, 因为中国对于量子科技的发展也是十分的重视, 据报道, 在美国不断地对中国发起科技战争的背景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就量子科技指出, 近年来,量子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 使其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 中国加快量子科技的发展, 这对于促进高质量发展, 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关键性作用, 所以经过中国在量子领域的不断发展与突破, 这也使得中国在量子领域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 完全打破之前西方国家在这一方面的霸权垄断, 而且中国此次研制出的莫甘一号与天目一号量子计算芯片, 也简化成为世界上的一大突破, 而且在这技术的发展上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的莫甘一号与天目一号量子计算芯片, 也能够完全投入商业量产, 从而可以实现绕过光刻机生产出芯片, 完全突破美国在光刻机上的卡脖子, 可以在芯片的生产上实现独立自主, 不再依靠他人, 这也是中国在芯片技术领域取得的巨大发展, 因此, 美国以为断供光刻机就可以阻碍中国芯片技术的发展, 但实际上, 美国越是对中国采取科技封锁和压迫, 那么中国就会变得越强大, 因为这反而加强了中国突破科技封锁的决心和动力, 从而使中国的科研团队独辟西进找到了另外一条道路, 促进了科技的更新换代发展, 这也进一步证明中国不怕任何困难, 反而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问题, 从而通过不断自主创新发展, 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从而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巨大回应, 中国是不好欺负的, 中国必定以实力予以强大的回应,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的芯片发展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并继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而促进新的技术革命和新的技术变革, 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力量。